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昭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恐怖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我是杨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心灵工坊的一本新书 讲的是原始物语跟日本人 作者是赫赫准雄 而编者是赫赫俊雄 可以听到这样的名字 大概就可以理解 这个作者跟编者两个人 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亲戚关系 的确如果对于日本文化 对于日本的艺术 稍微有点涉猎 稍微有点兴趣的人 可能都听过赫赫准雄 跟赫赫俊雄 两个父子的名字 这两个人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 是一脉相成这两代 都是同样的行业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专攻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 这个领域其实投身进来的人 并不是那么多 所以父子两代都在这个领域上面 大放光彩 这个是不太一样 也是非常特别的资历 他们不是律师 不是医生 不是政治家 这种我们一般可能 比较可以理解的 有这种家世渊源背景的 这种传承 他们是什么呢 赫赫准雄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他的资历 他的人生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他原来呢 是在京都大学的数学系毕业的 京都大学是日本的教育体系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奇特的一个传统 他们因为有一部分 对抗东京的关系 从明治维新以下 原来的这个京都失去了 他作为名义上面首都的位置 这个关系就有了 他们自己的一种被压抑 因而必须要特别有所 发扬光大的这种精神 这样的精神 特别就体现在京都大学上 所以京都大学呢 几乎在所有的各种 不同的学科上面 一方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都形成了 他们自己的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很自然的 也就一大部分是特别针对 东京大学或者是关东的 这一部分的官方主流的 知识传统而来的 何尔准雄他毕业于 京都大学的数学系 所以很显然的 也受到京都大学这种自由学风 甚至带着一点点 叛逆学风的影响 所以到了1962年 实质上他就正式的 从数学系离开转行 而转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行业 1962年在他的生命上面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离开了日本 去到了瑞士 为什么要去瑞士呢 因为他跑到了瑞士 去到了苏黎士 苏黎士是竞争分析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因为在那里曾经有过荣格 到后来荣格的整个学派 就以苏黎士作为他最重要的中心 何尔准雄到了苏黎士 去加入了荣格学院学习 然后呢 取得了荣格分析师的资格 以1962年 大概半个世纪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指令 所以他是第一个 取得了荣格分析师资格的日本人 接下来呢 他就以他的这个精神分析 心理学的知识为基础 但是他走的又不完全是专业 以荣格的精神分析领域知识 去进行各种不同分析跟治疗 他接下来因为他有非常广泛的兴趣 所以他对于日本的文学 对日本的政局 日本的教育社会问题等等 他都进行了各种不同的探索 再加上他曾经进入到 政府体制里面去工作 他担任过京都大学的 教育学院的院长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资历 是他担任过日本文化厅的厅长 所以呢 又使得他另外多了一个身份 多了一个使命 也就是对于日本的国民性 因为他来自于荣格学派 荣格学派对于所谓叫做 集体的精神分析或精神结构 有着各种不同的探索 有着非常高度的兴趣 也发展出一套 主要是以所谓 人格原型为主的这种方法论 来探测人在集体的领域 集体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精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活动的 所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他就用他的荣格的知识 来探索日本的文化 探索日本的国民性 另外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何准雄非常的外向 非常的会说话 然后呢脑筋非常的快 所以在日本的那个社会底下 他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 就是他能够跟人在 很短的时间之内对话 而这个对话却能够探测到 比较深入的环境 或者是深入的话题 所以因此呢 他累积了许多的活动 也就累积了许多的著作 这些活动 这些著作有一些是 以录音的方式所存在的 有一些他自己经过了整理 但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他又留下了一些线索 表示说他有别的文章 或者是别的对话 事实上是应该要放进来的 这就为什么会有他的儿子 何何俊雄在他的著作上面 接下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何俊雄 他的人生基本上是跟随着 父亲的这个脚步 包括他也是在京都大学 担任教授 包括他也取得了 在1990年 取得了跟他爸爸一样 取得了荣格学院的分析师的执照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他儿子何何俊雄也就非常清楚的 作为父亲的传人 作为父亲的传人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他延续了他父亲的 这个兴趣跟他父亲的做法 在台湾有很多读者读过的一本 何何俊雄相对最有名 最受欢迎的一本书 因为跟春上春书有关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当春上春书遇见荣格 主要就是何何俊雄 跟春上春书之间的对话 聊的讲的是春上春书 当年非常重要 非常轰动的一本 长篇小说作品EQ84 所以他的副标题叫做 从EQ84的梦物语谈起 这样一本书显现出来 何何俊雄延续 何何准雄关于音乐 关于文学 关于艺术绘画 这种不同的兴趣 然后运用金正分析 荣格派金正分析的知识 在这些领域上面的探索 另外一个他作为父亲的儿子 当然也就帮忙整理了许多 何何准雄去世的时候 2007年去世的时候 还没有完成或者是没有 能够充分的显现的著作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本书呢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父子两代合作的结果 书名叫做 原始物语与日本人 原始物语 当然就是日本传统 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小说作品 经常也被当作是 全世界文学史上面 最早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 在书里面 何准雄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因为的确 以西元第十世纪 第十一世纪 日本平安朝刚建立的 那样的一个时代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关于什么叫做文学 什么叫做著作 以及著作文字跟语言之间的 这个关系 在全世界各地 都仍然处在非常混沌 暧昧不明的情况底下 那个时候在欧洲 中世纪 是以圣经 是以教会为主 根本没有太多的世俗的活动 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建立了 这样的一个文人的传统 可是在这个文人的传统当中 小说故事被认为是 小说家者流 这个是末流 这是相对在文人文化当中 是不重要的 所以放眼 全球的各个大的 主要的文明 都很难找到 像《原始无语》 这样的一部长篇的小说作品 这就是《原始无语》的 很特殊的一个经典的位置 这样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它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地位当然非常高 不过 何乐准雄 他在书里面 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 其实他原来并不觉得 《原始无语》有可能 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他会这样感觉到呢 在他的前言里面 他就明白坦白地说 他说一个既不是日本文学 也不是日本史的专家 而且缺乏太多相关知识的人 怎么会跑来撰写 这样一本有关《原始无语》的书呢 他说说来很难为情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认真读《原始无语》 虽然年轻的时候 也像很多人那样 试着去挑战 用的当然就是 现代日文文的译本 这要另外再稍微说明一下 《原始无语》是日本 所谓的假名文学当中 非常非常早的作品 什么叫做假名 我们今天任何人 只要一开始学日文 你就知道一开头 你要学的 我们称之为叫日本的字母 日本字母分成骗假名跟拼假名 但我不知道 各位的日文老师 有没有仔细的跟大家介绍 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 カタカナ 例如说 为什么这个叫做假名呢 假名是怎么来的 假名是对照于 当时日本文化当中 原来所存在的 叫做真名 真名跟假名中间的差别 其实对于像我们用华文 用汉文的人 是最容易理解的 真名就是指的是 当时从唐朝 从中国传过去的汉字 汉字是真名 因为有了这样汉字的真名 所以他后来才发明了拼音时的假名 假名呢 用简化了的汉字 来代表日文里面的这种语言 用直接翻译声音的方式 构成了另外一种文字的系统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假名系统的存在 所以才使得日本 在这个时候 他们可以开始用这一套新的文字的系统 来记录他们的语言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假名的文学 他们呼应他们对照的是当时的语言 语言麻烦的地方是 它会改变 而且是改变的幅度可以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人事物语是日本传统的重要的经典作品 但它不像我们的小说 像是三国演义或者是水浒传 对于绝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说 他们摊开原来只是部所写的 原始物语的文本 他们其实是没有能力 用原来的文字来阅读的 所以产生了 必须要把传统的原始物语 翻译成为现代日文的各种不同的译本 可是也在这个转译的过程当中 构成了日本近代文学非常非常重要的风景 因为成功的翻译原始物语的几位重要的翻译家 他们都不只是翻译家 他们都是大文学家 例如说原地文子 或者是古其润一郎 或者在稍晚一点的赖户内集听 他们本身都是非常非常杰出的小说家 所以用他们的古日语的能力 来翻译原始物语 为什么会前扑后继 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版本 因为他们翻译出来的文学性 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何准雄是先读了 现代日文译本的原始物语 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 他其实不太读得下去 那后来又为什么原始物语会这样吸引他 让他写了这样一本书呢 这个过程极为有趣 休息会儿 后来继续聊 老师啊 我最近真的很不顺耶 上周订旅馆 付完订经老板就不见 好不容易订到了 不只房间很脏 半夜灰朽厨 没必要讨牲口 差点就 我看哦 你是去读到会话住宿萨 有三大症状 不卫生 消防没过 公共安全没保障 你都要小心 一定要认明合法标章证号哦 旅游选择合法住宿 安全有保障 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 哇 健康检查报告有红字一堆耶 像你爱喝饮料及喝酒 又爱高热量的炸物跟海鲜 难怪有三高 身体代谢差会影响肾功能 尿酸过高 还会产生高尿酸血症 造成痛风呢 难怪营养师都说 要少糖少油炸少肉 高鲜饮酒适量 嗯 为了健康 我们带瓶水去运动吧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即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大家好 我是凯兆梅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兆谈说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所介绍的书 正是和和准雄 这一位日本非常难得 非常少见的荣格分析师 而且在文化的领域 译文的领域 曾经非常活摇的一个作者 他关于《原始物语》这一部 日本经典唱片小说作品 他的解说 书名叫做《原始物语与日本人》 这本书 它的副标题是 《女性觉醒的故事》 是由《心灵工坊》 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 在《前演》里面 何和准雄就说 因为他一度读过 年轻的时候读《原始物语》 但是《原始物语》 他读到虚摸这一章 还是数非常前面的部分 他就已经读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他说 青年时期我向往浪漫的爱情 无法理解 与浪漫爱情 回然不同的男女关系 讲得直白一点 我觉得愚蠢至极 讲的就是认为 《原始物语》的故事 非常非常蠢 对于一个接一个 不断和女性 发生关系的光源是 我甚至感到愤怒 所以我一度以为 这一生 我应该是跟《原始物语》 无缘了 那后来 怎么有了这个转折呢 后来为了研究 日本人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我前面跟大家提到的 何准雄 他用容格的那种 集体心理学的方法 探索各种不同的 性格的原型 用这种方式 他要干嘛呢 他来解释 日本人的文化 日本人的国民性 所以他就开始读 读什么呢 叫做《王朝物语》 什么是《王朝物语》 现在有很多 喜欢到日本去旅游的人 应该都知道 去日本旅游 关系最重要的 除了大阪 这个现代的城市之外 一定会去京都 京都在稍微南边一点 那就是奈良 为什么去京都 为什么去奈良 其实京都跟奈良 所代表的就是 王朝的历史 在奈良 不管是奈良的 这个时代 或者是平安 也就是以京都 定都在平安经的 这个时代 我们把它统合在一起 称之为叫做 王朝时代 而王朝时代 所产生的最重要的 文学的作品 就是物语 所以这是何准雄 他开始阅读 王朝物语 然后发现 这些很古老的文本 还是有着 非常高度的趣味 当然既然要读 王朝物语 也就不能够不挑战 或者是不能不碰触到 王朝物语当中的经典 那就是仍然回到了 原始物语 所以他说 一直要到 1994年的春天 这个时候 何准雄几岁呢 何准雄呢 他是1928年出生的 所以这个时候 年纪真的不小了 他已经66岁了 他说 我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退休 成为完全自由之身 以克席研究员的身份 滞留在Princeton 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 两个月 这一段期间 我一头栽入 原始物语的世界 这实在是难得的经验 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者很重要的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 年轻的时候 对于浪漫爱情的那种执着跟理解 这个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第二个当然是 累积了对于什么叫做 人 什么叫做文化 更重要的 什么叫做性别关系的 更深刻的一些体会跟认知 何准雄 这个时候 他来读原始物语 也就不一样了 不过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他仍然碰到了巨大的一个困难 因为这一部小说 他的主角 包括为什么叫做原始物语 因为这个主角就是光源氏 原始物语独来独去 何准雄仍然认为 光源氏是一个存在感薄弱的一个人 意思是说 你这么读 这个故事 这个小说不是一直都在讲 一直环绕着光源氏吗 那为什么我们读原始物语 却感觉不到究竟光源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对于一个心理学家 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学者来说 恐怕尤其严重 因为心理学精神分析 不就是在教你怎么样去掌握一个人 怎么理解一个人吗 那为什么读了这么多 关于原始的各种不同的故事 这个小说却没有办法把原始 用那种立体活泼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呈现在打进到读者的心里 这是何准雄感觉到的一个巨大的疑惑 但也正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疑惑 才产生了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他必须要重新评估 只是不原始物语真的是在写光源氏吗 所以他就讲到说他跟美国日本文化学者 研究者阿林亚登 阿林亚登他的其中重要的研究的领域 就是关于原始物语 这一位日本学者在跟何准雄对谈的时候 他就说作者对于年轻时候的光源氏 特别是光源氏是七十八岁的时候 充满了赞美 常常说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但我倒觉得这个人非常的clumsy 也就是说光源氏气优秀又差劲 故事里面的光源氏的确很优秀 不论是容貌地位品味财产 可以说任何方面都是顶尖的 书里面随处描写他的书啦话啦音乐 里面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多的合歌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合歌 寄给各个不同的女性 那些歌都是优秀的 他学识又非常的渊博 这应该是一个理想的男性吧 但是这个理想的男性 为什么又会那么样的差劲呢 主要就是因为 原始物语里面写的全部都是他跟女性的关系 但就像是古其润一郎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翻译原始物语的人 也受到原始物语在翻译原始物语的过程当中 自己的文学风格被原始物语给冲击改变 以至于他后来离开了他的怪谈的传统 写出了他大战期间最重要的经典作品 戏血 古其润一郎在评论原始的时候 他就说原始是一个专片女人的混蛋 这是原始 如果说指示部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光源式 那究竟我们怎么样在现代来看这个光源式 所以这个时候找到了一条路 这是何准雄提醒我们的 他就说真正原始物语要写的 不是表面的这个男人光源式 光源式其实是指示部 用来写各式各样的女人 不得不把它塑造出来的一个假的中心 换句话说 何准雄读原始物语的方法很不一样 他认为真正的主角不是原始物语 而是这个作者指示部 所以他说 阅读原始物语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到出现在原始身边的女性 全部都是作者指示部的分身 当他回顾自己的人生经验 凝视他的内心的时候 发现了居住在自己内心世界 多样多变的女性群像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用 荣格式的精神分析来解释原始物语 意思是原始物语的写到的 每一个女人都是指示部的 众多女性阴性的 这种人格当中的一种表现 一种变形 所以在这里面 有些女性是诚恳而坚忍的妻子 有些柔媚多情 即使年华老去 仍然像飞蛾扑火般 投身在男人的甜言蜜语当中 还有些女性燃烧着嫉妒的烈焰 就算死了 度火都仍然无法熄灭 就会化身成为魂灵 回来这个夜魅 原始 这些全都是我 他用这句话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这句话是弗洛拜 当年在形容在描述他的小说 包法利夫人的时候 他这么说 这所有的每一个小说里面角色 通通都是小说家自己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原始物语 原始物语 每一个女人都是指示部 光源是这个表面上的中心 表面上的男性主角 是怎么来的呢 何准雄接下来解释 为了要描述这多样丰富的世界 指示部需要一个男人 只有透过跟这个男性的关系 他才能够描述 他内心世界里面 那么多不一样的女性们 他们虚习如生的样貌 内在的世界 女性数量接近无限 但是要她们全部属于 指示部这样的一个女性 就必须在某种意义底下 把她们聚集在一起 因此呢 要有一个男性 来担任他们所有人的对象 这就是光源氏 这恐怕一来是在解释 原始物语这部小说上面 过去从来没有被尝试过的一种 非常新鲜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光源氏的身上 光源氏其实是空洞的 光源氏其实是假的 它是在小说上面功能性的一个角色 最重要的是要借由光源氏 把各个不一样的女人给串在一起 那指示部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写 更进一步的呵呵准熊 他有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探索 那就是第一个 他不只是要写 他看过的身边所理解的 那个在平安潮 包括宫中内内外外 他看过的这么多的不一样的女人 更重要的是 指示部认为所有的这些女人 他们他跟这些女性角色之间 他们的性格 他们的遭遇 他们的情感 他都有一种私人的呼应 所以为什么他不是把他们写成 一个一个单独分开来 不同的故事的主角 他要把所有的这些女性的角色 要联合在一起 因为那统统都是他自己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他写的就不会是 这一个一个的女性 他们遇到什么样的男人 他们有什么样 自己的人生的故事 如果那样的话 这个原始物语 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部小说 甚至他可能变成了 几十篇的短篇小说的合集 这不是指示部要的 指示部在何和准雄的解释底下 最关键最重要的 他有一种女性之眼 这个女性之眼 又从荣格的精神分析学里面 每一个女性 她身上都同时具备了 这么多集体潜意识里面的 各种不同的原型 指示部是这么丰富的一个人 所以因为她的这种艺术的天分 因为她在精神上面 潜意识的丰富性 所以她一个一个的 不同的女性的角色 她舍不得把她们放出去 变成客体的存在 所以她只好用这种方法 写了一个光源诗 让光源诗把所有 指示部她认为 她心里面拥有的丰富的女人 全部结合在一起 用这种方式 何准雄不只是重读了 原始物语 更重要的是 即使没读过 原始物语的人 我们看这本小说作 我们看这本书 我们都可以因为这样 而理解 至少是她所看到的 女性世界的丰富跟多彩 特别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原始物语与日本人 感谢您收听 我们明年等一时间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